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14号礼拜一 财纳课向前行 我是龚宗元老师 看见龚宗元天天赚大钱 尤其今天我讲到天天赚大钱 相信对于您来讲的话 您的感受是格外的深 您还记得在双十国庆之前的营业日 11月29号 那个时候是个礼拜三 我财纳课 龚宗元老师 为您做打气 为您做加油 告诉您当天虽然下跌了127点 但是它是个疯狗浪的起身士 大家都知道这个浪是怎么进行的 浪是要风来往下压 压到一个适当点的时候 它蹦起来的那个力量是最大的 这你我都了解 那当天来讲的话 11月9号礼拜三 当天下跌127点 整个市场上面跟你讲 都说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对不对 吓得大家手软脚软 为了这个地方 我财纳课 龚宗元老师 还制作了一个双十国庆的一个 风口浪大行情的影音专辑 放在我的LINE群组里面 告诉大家双十节的时候呢 你不妨去听听看 我财纳课 龚宗元老师 如何从国际的宏观经济分析 从国际的金融商品 甚至从资金面的一个行情 我已经做个剖析 为什么我财纳课 龚宗元老师 要坚持 台股的第四季 就是一个风口浪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告诉大家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行情 一定要大赚钱 今天台股上涨了将近有200点吧 这个行情 风口浪是不是如同我们先天所讲的 就这样子起来了 若你在双十节进入我的LINE群组 看到了这个特别的节目 叫做财纳课说 风口浪大行情的预测 这个影音的40分钟节目 我相信您对于今天的上涨 将近200点 一点都不意外 我们来看到几个图表 会看得更清楚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 费城半导体指数来讲的话 它和台股的联动性是最强的 因为台湾称之为科技岛 所以指数要往上推 当然先看一下费城半导体指数 您去注意一下 我在之前已经跟大家谈过一次了 费城半导体指数 它这个地方有个上升趋势 大家看到没有 而且这个地方出现的是 绿色的线五波三浪的往下回测 和前面的五波三浪的往下回测 是不是叫做底部电高 在我们放连续四天的廉价的时候 双十国庆的廉价的时候 您看到这边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这个地方费城半导体指数 就是灯 灯 灯的往上涨 您会看到这个上影线代表什么意思 这上影线 很多人把K线解释错误 那么您看到财纳克龚中原老师 不断地在这个节目之中 把一些市场上面的一个错的观念 把它导正过来 让投资伙伴们能够看了节目 就知道看见龚中原天天赚大钱 这个上影线代表什么意思 上影线 上影线 看到这上影线代表一件事情 市场上面处在一个保守的心态 也就从今年的六月份来想的话 大盘每逢接近了一万一千点的时候 它就往下摔 每逢接近一万一千点就往下摔 所以市场上面才有说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但是如果您在六月份就看到 我财纳克的节目来讲的话 您会发觉到当时我一路的测标 不是长成这样子 我的测标叫做上面有几个字 叫做去年的一万一千两百七点 叫做一一二七零 必过就这几个字 在六月份 我财纳克的影音节目里面 就一直跟大家谈到 只是市场上面一直跟大家讲到的是什么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把投资本们下得不得了 也把专业的分析人员也下得不得了 但是你看到了 你已经看到了 你找到你的印钞机了 看到财纳克向前行这个节目 你已经找到了方向 这一次我财纳克 财纳克告诉你的风狗浪 里面有个特色 什么特色 他不会雨露均沾 记住我今天10月14号 礼拜一的当下 告诉大家 我财纳克财纳克老师 在大碟的时候跟你讲 风狗浪正式起身 在双十国庆之后正式起身 不管你在10月9号 礼拜三 看我这财纳克向前行的节目 还是看到双十节的 我的特别制作的一个特别节目 谈到风狗浪 都告诉你 双十节之后 台股的第四季的风狗浪行情 正式的出现 现在您看到了 今天大阪成交量1500亿 你觉得这个量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一一的为您做一些解答 但是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什么 这一次的第四季的风狗浪 起身的过程之中来讲的话 不会雨露均沾 今天大涨了将近有200点 有些的个股一路的往下摔 为什么 这就是我告诉大家的这个测标 致富唯一的路 就是价值型的投资 再加上主力进出场的足迹 你一定要掌握 因为有非常多档的股票 主力是利用这次风狗浪的时候 不断地出货 小心小心再小心 但是如果你跟着我财纳克 龚中英老师 我们一起做的股票 我们抓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它必须要有价值型 也就是它现在价格和它要反映完全的价值之间 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期待 再加上我们又看到 主力它进场而未出场这种现象 当然这些的个股在风狗浪的航行之中 必然会大赚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你还记得这个地方 这在上周二10月8号 大盘的价权指示图 当时来讲的话 我跟大家分析过市场上面筹码 我说这边的量能潮 与前面的空方量能潮来讲的话 是称之为多方量能有效 因为它花的量比较少 却能突破这个绿色的颈线位置 大家记得吧 我说要准备要迎接风狗浪 因为它下面的过程 脉动的过程中 都是一个多方价量 再过来 到了上个礼拜三 大盘不是价值127点 我跟大家谈到 风狗浪双十节过后就正式提升 难道我才那个龚宗元老师 是拨杯的吗 是求求观世音菩萨显灵加持吗 这叫做真功夫 我们不是看涨说涨 看谍说谍 因为全球环境的资金面 我在双十节的特别节目 也就是40分钟的影音节目 放在light里面 放在我的light群组里面来讲 我是讲到的是 国际的宏观经济分析 这个风狗浪是被被迫挤出来的 它不是主动式的风狗浪 它也不是被动式的风狗浪 它是被资金行情挤出来的 所以你会发觉到 到了10月11号 中美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协议 之后在昨天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宣布 美国从停止QT 也就是资产负债表缩表 到昨天10月13号的时候 他宣布本周开始进行所谓的 新一轮的QE 这难道不是我在10月10号的影音里面 讲到的一个重点吗 这个预测都预测出来了 每个月有600亿的资金 买进地方债 企业债和国债 还有一个重点大家忘了 市场上面到今天还没有提到 还有400亿的资金 对于短期融通方面来讲的话 溢柱活水 立刻就丢进去 这不是一个大资金的行情 因为我讲过 在10月份日本已经开始进行 所谓的新一轮的量化宽松 到下个月11月份来讲的话 IMF主席拉加德这位女士 要升任欧洲央行的总裁 所以11月份欧洲的量化宽松 也再度的启动 没有想到美国呢 就如同财劳克股中心讲的 他赶在前面 他在这个礼拜二就开始执行 美国的新一轮的量化宽松 这股的大资金要涌到哪里去 当然涌到股市呢 那么股市之中 具有价值型提台的股票 我们又能够抓到 主力进场的身形 那么当然这个行情 我们不会错过 我财劳克工作员带你上车 我一定带你下车 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在10月8号的时候 礼拜二 上个礼拜二 我有讲过 台积电叫做量小过关 台电所透露出来的意涵 非常的多 这个虽然不是大家做的股票 我有讲过 这是法人的核心持股 可以看到它的 这个成交量的变化 和价位之间的变化 来讲的话 是筹码机会的安定 甚至在上个礼拜三 也就是双十节国庆 放假的前一天 台电往下跌 我也在我的语音之中来讲的话 这根本就 是一个好事 好到不得了的事 我们来看看它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它好 我们这边放大一下 第一个 它这边是一个起浪 在礼拜二的时候 跳上去 从成交量的变化 它是一个动态变化 就告诉我们 台积电这个法人的核心持股 都是筹码安定 礼拜三 也就是在双十节国庆的前一天 它虽然往下跌 因为发觉到 第一个 它是个量缩的 而且这边有个缺口 怎么样 它在突破警线 确留缺口 你往下打 缺口 照样在这里 您说它不是代表 它是一个起浪的讯号吗 而且我们来看到全画面 台积电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到这个全画面 它代表你现在要掌握的是 物联网 5G AI和WiFi 6 这个四大面向是你掌握的一个焦点 但是我这边也要说明 如果有些的个股来讲的话 是主力已经出场了 主力会利用 这次第四季的台股风火浪的时候来讲话 拼命的出货 因为大家看到指数涨 就认为会雨露均沾 不会的 再次强调它不会的 它是涨到一些个股身上 有些的个股反而倒跌 也就是从这些市场上面 每一逢所谓的多头结束之后 大家说到很多投资朋友们很万坦 说真的是赚到指数赔到差价 跟着我财纳克龚中元老师 我们一起来赚这个风火浪的行情 我会带你进 我也会带你出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修一下进段广告 我们来谈一下 哪种形态是不可以碰 哪种形态确实在这个风火浪里面 值得你去做一些注意 我们修一下马上回来 G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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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浪投顾10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 与巴菲特致富更近的距离 经典价值见名会 风火浪行情大行动 现在一个不打掐权计划 02-2506-6808 02-2506-6808 我找到 我找到龚老师了 龚老师及数十年操作及教学经验 以宏观经济为蓝图 以技术分析为基础 以价值投资为依规 以智慧创造您的财富 跟随龚老师的脚步 是您璀璨人生的开始 不会失望更不必等待 苏波林的普通线 02-2506-6808 02-2506-6808 阿瑟 听说你又买房子了 股票我就贪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买同一股票 都你在盘 这个股票又怎么买才对啊 我跟你说啦 我们要再开线 不用这样麻烦啦 我有一个专业的人在教我 刚才买到头上时一通电 那些妹妹就教我电脑都会要的 你说什么妹妹啊 一切都交给自己人就对了 我们要在这个风狗浪的滚动之中 创造您的财富 不要错过了 跟上我财纳客 拱中原的团队 我带你进场 我带你出场 风狗浪 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到 它是涨成这个样子 它的过程之中来讲的话 是量能堆叠的一个方式 那么风狗浪的整体的形态 是怎么样 我在我今天的赖群组里面 有这个单元 大概四分钟的 针对于风狗浪的形态 为您做一些解说 让您更了解 台股的风狗浪 它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哪些形态 是我们应该去做注意的 在我的赖群组里面 已经放进去了 您现在就可以进入 我的赖群组去看 我这边要讲到 一个观念 我们来看到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你也知道 它叫做迅星 我们这边放大一点 迅星 代号是6451的迅星 我们在当时来讲的话 在6月24号107块钱买进 之后到了9月3号 见到了145 48块钱 今天在盘中还见到了多少 盘中见到153块半 还在涨 你去注意一下 我这边画了一个切线 画了一个切线 这切到是8月 8月开始你会发觉到 为什么有一些的股票 我说 要特别小心 不是叫你要不要去买 要不去卖 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告诉你 同样的机器 你要知道从8月份开始 的讯星 它面对的台股来讲的话 就是所谓的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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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之下 才就一路的往上推升 推升到今天 从我们买进107块钱 我们在上周也跟大家谈到 我们没有卖啊 不卖啊 不卖啊 那么我们也一定会带你下车的就是了 那么到了上周三 10月9号礼拜三 148块钱 今天借到153块半 同样的这个机器 我把它切下来 举一张股票给大家看 这张股票 它自己看看名字 我们这边放大 我就不念了 不念了 好 我们再来看到这个 这张图表的全画面 我也是切八月份 同样的台股 同样的指数脉动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这市场上面不断这样喊 他却还真的怕万一 有哪一些的形态的股票 不能够碰 我今天也花了 大概四五分钟的时间 在我的烂群组里面 有一个单元 告诉大家 这句话 现在你要干嘛 你们在那边放大八个字 要努力赚钱 别做白宫 风口浪是多好的行情 对于有些的个股来讲的话 它是绝对值得你 好好地去做一些掌握的 至于怎么去掌握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讯心吧 有的时候我讲过 这幅唯一的路 就是价值性投资 我们在买在 别人连市场上面 连提都不提的时候 我们不跟别人 在高山上面蹭饭吃 我们买在最稳定的时候 因为那个最稳定 是我们看到 连总监主力 他都跳进去了 当时的讯心在哪里 在这里 当时的时间是6月24号 当时的分线记录是在这里 什么时间 12点26分的讯心 当时107块钱 今天讯心多少 153块半 我们在上周一 上周二 上周三都有谈讯心 我都跟大家谈到我们不卖 为什么财纳克 龚中英老师 这么对于股票 就这么的笃定 我不是宝贝 我也讲过 我不是宝贝 我看到任何股票的价值 我也看到主力 你到底出场了没有 所以呢 如果主力进场速度快 他出场速度也快 我们就跟他一起下车 主力呢 他是进场之后呢 我一直追踪 任何一档 我带着你进场的股票 我都是什么 延续的追踪 每天追踪 我追踪只有一件事情 叫做主力跑了没有 主力没跑 继续 继续报 这也就是 我财纳克 龚中英老师的 会员群组里面来讲话 我们是可做长又做短 完全看主力 他的足迹的进场和出场 他的时间的长短 所以我们才能够在 逊心的这档股票 你看看 我们在哪里买 我们在这里买 他现在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 会买的是徒弟 会卖的是师傅 但是会等着卖的是老师傅 那么这个地方有个重点 跟大家谈到 你还记得这张图表吧 这张图表 大家一定很认识 看到这张图表 看到这个日期 9月28号礼拜六 当时来讲就上个月底 我财纳克 龚中英老师的经典见面会 大家就立刻想到了一档股票 就这档股票 大家记得吧 9月26号礼拜六 见面会我给大家的一档黑马标股 当时来讲的话 我们在前一天 9月27号礼拜五 盘中12点54分买进了他 当时的分线记录是在这里 它的名字叫什么 这边可以放大 同心店 12点54分买进同心店 125块半 当天的日线图是在这里 12点54分 这是一个日线是在盘中印的 所以呢 当时跟大家结缘的这档股票 是不是一样 它就是同心店 同心店 后来呢 同一店呢 涨到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也相信9月28号参加那场 投资讲座 投资朋友们 没有一个人后悔 没有一个人不开心 每一个人到了今天都开心 今天在盘中同心店 再涨将近有4.5个百分比 我们来看到 我们在这边买 9月27号 到了这一天 见到145块钱 我们卖了没有 我们没有卖 甚至在上个礼拜 在这个地方 10月9号 上个礼拜不是跌了这个 127点吗 市长 我还跟大家谈到 我们会继续的报 因为我们要赚大钱 报我都直接讲 那么现在来讲话 这个地方有个重点 你看了9月28号 我们的见面会 本来我另外一场的见面会呢 是要在10月底 11月初 但是就是因为 9月28号的同心店 市场上面希望 财纳克 龚忠元老师 你既然把 风狗浪都讲的时间点 都讲的这么准 是否能够 再有一场见面会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 就这张图表 就这张图表 是与巴菲特支付 更近的距离 在本周日 10月20号 礼拜天 我财纳克 龚忠元老师的 风狗浪 大行情的见面会 与你一起分享 怎么样来掌握 这个风狗浪 要参加这场 免费的投资奖座 还是免费 还是免费 跟你结大缘了 免费投资奖座 你就拿起那电话 跟我们的形态单位 去定位吧 去定位吧 今天 今天在盘中 9.04分 9.04分 我们买进了 另外一档股票 9.04分 未来会证明给你看 您去注意一下 它整个价量形态 是不是这个地方 要做起身呢 这是9.04分印的图了 所以你现在看不到 但是我跟你讲 又进了一档 又进了一档的股票 更别说了 有一档股票 今天差点涨清盘 明天再跟大家谈 明天再跟大家谈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10月20号 本周日 我财大客 龚中文老师 这场见面会的主题 只有一个 就是风狗浪 大行情 我们的行动 怎么样来赚 这个大钱 与你做 结缘的动作 好 今天财纳客 向前行 就为您说到这里 祝您投资顺利 股市大发财 我们明天再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 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